哈囉大家好我是Jessic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主題是我的近期愛吃 沒錯 因為這一次想要分享吃的東西蠻多的 所以我想說就把它剪成單獨的一支影片 先跟大家講就是我其實已經進行減糖這件事情 大概有一個多月了 所以我這次介紹的東西都會屬於是一些比較 不是像以前一樣那麼多零食類的一個影片 但是這支影片裡面還是會有一些是 不是減糖適合吃的東西 其實就是在我前陣子開始減糖前愛吃的一些東西 我有把它放進來裡面介紹給就是你們分享這樣子 好那廢話不多說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第一個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一個 這個是喜歡肉桂的人應該會很喜歡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吃他們家的肉桂吐司的麥片 那他們之前還有出吉拿棒的我也有買過 但是吉拿棒的那個我覺得它的口感是比較多沒有錯 但是因為它吃起來比較扎實 那如果配Cereal的話 嚴格上來說我還是比較喜歡肉桂吐司 那如果說你不喜歡吃Cereal 你可以考慮他們家的這種類似能量棒的東西 它這一盒裡面有八個 那這個可能還是要找代購才買得到 就是台灣是沒有賣的 它打開來裡面就是會有一支一支像這樣子的能量棒 那這個我個人覺得非常非常好吃 就是有時候你真的下午茶想吃個零食什麼的 吃這個配一杯茶其實就蠻好吃的 它就會長這個樣子給你們看 它打開來就是長這樣子然後底下會有一層的糖 這非常的好吃 哇好香喔 它吃起來有點像沙奇馬 然後混肉桂 肉桂口味的沙奇馬 然後再加上糖 這真的非常好吃 好 再來第二樣東西就是我之前其實有在限時動態推薦過 可是我好像沒有在影片裡面正式分享過 就是這兩個泡麵 這兩個是農新出的泡麵 那這兩個我是在全聯買到的 我不曉得其他地方有沒有賣 就這兩個 它是乾拌麵 一個口味是叫做半仙生泡菜乾麵 一個叫做半仙生韓式炸雞風味乾麵 我個人覺得炸雞的非常好吃 但是它是辣的 它是有辣度的 它的麵條吃起來很Q 因為它就是跟辛辣麵一樣 是那種QQQ彈的麵條 然後它的醬呢 就是它會有點甜辣甜辣的感覺 可是辣的成分也是蠻高的 它沒有像辣雞麵那種那麼瘋狂的辣度 它會在辣度再稍微低一點點 然後多了一點香味 但是它還是有辣 所以如果你是吃小辣的人 你可能會覺得有點微辣 但是如果你是吃中辣大辣的人的話 你應該會喜歡這個的辣度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吃炸雞的這個味道 就是它的味道比較豐富一點點 所以就是如果說就是 你喜歡吃這種乾拌麵的人呢 這個可以推薦給你們 其實當初我買的時候 我就是是想要拍成影片吃給你們看 但是因為剛好就是遇到 我在進行減糖這件事情 所以喝這兩個我就沒有辦法吃給你們看 因為這個真的太不適合我現在的狀態去吃它 下一個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花生醬 就是一個 怎麼感覺我的花生醬被我弄得很噁 讓我咬一咬 好它是一個花生醬 長這樣子的 它是新竹的花生醬 新竹花生醬是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福原嘛 然後這個不是福原 它是另外一家 然後他們家的花生醬有分小糖跟正常糖 然後還有顆粒跟沒有顆粒的 那我自己這一罐是沒有顆粒的正常糖 我覺得最好吃的是正常糖有顆粒的 它的花生醬吃起來是很滑順 不會乾 因為我覺得福原的花生醬稍微有一點點太粘稠太乾了 它這個你們可以看到它的流動性是比較高的 這樣子 然後這個的那個花生醬我覺得吃起來是非常的順口 然後不會過甜然後也很香 那基本上它沒有什麼添加物 它裡面就是只有花生而已 跟糖就是如果有糖的話就是有糖加花生 就這樣子它沒有其他的添加物 那這個花生醬其實我老公跟我兒子吃的比較多 那我自己的話就是可能會拌到一點在沙拉裡面 那這個可以分享給喜歡吃沙拉的人 或者是你喜歡吃麵包的吐司的人都可以用 這個非常非常好用 它入菜也很香 下一個呢是如果你會煮飯或者是你熱愛吃火鍋 我就是自己在家裡吃火鍋的人呢 我推薦你們這兩個湯底 就是這一個是雞的一個是豬的 是離錦劑的 那這個的用量其實 他說這一包是配2000cc的水 但是我一般不會用這麼多 因為它還是比較鹹 所以我一般都是會擠一點點 然後有一個味道 讓我的湯有個味道 然後就是煮蔬菜什麼就會比較好吃 或者是說你在煮粥幹嘛的 然後也可以加一點 或者是你在炒麵也可以加一點 把它當作是一個 提味在使用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濃縮 非常濃縮的高湯就對了 那我自己覺得豬肉的是最好吃的 欸豬肉 豬肉的是最好吃的 它另外還有麻辣的也不錯 就是這蠻適合自己在家煮小火鍋的時候 可以擠一些 但是就是用量上面 大家自己可以控制一下 再來下一個是唐寧的這個水蜜桃的茶包 它是沒有糖的 但它會有一個水蜜桃的香味 然後裡面就是像這樣子 一包一包的茶包 這個我之前在最近愛喝的飲料當中 有跟大家分享過 那我自己就是最喜歡 最近最喜歡的就是水蜜桃口味的 那我的喝法呢 現在我都是用冷泡的方式 就是我會拿一個像這種大的水壺瓶子 然後我會把這個茶包這樣子 掛在這個地方 然後就是把它放在裡面 不知道大家看到嗎 裡面有茶包 然後我就會加2000CC的水 就是它去冷泡 然後就把它冰在冰箱 一般我這個茶都不會讓它超過一天 因為其實我喝很多啦 所以這個大概2000CC的量 我一天就可以把它喝完了 然後另外我還會再喝其他的水 就是我是一個水桶 對反正就是這樣泡著 然後這個茶就是冰冰涼涼 然後有一個水蜜桃的香味 但是又沒有熱量在裡面 我就覺得蠻好的 然後也蠻解渴 推薦給就是水分攝取比較少 不愛喝水 但是願意喝就是無糖的飲料的人 就是這個蠻適合的 而且這個比自己出外面買飲料便宜 非常非常的多 分享給你們 再來下一個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佩綠亞的氣泡水 這個氣泡水我是在Costco買的 之前我都是買那個 另外一個牌子大罐的嘛 當初我不買這個的原因 是因為我就覺得這個的單價 其實是比那個大罐的貴 然後那我喝的多 所以我就覺得 好像買大罐會比較划算 可是因為後來我發現 就是這個的包裝 真的是比較適合 就是拿著直接這樣子喝 然後很快可以把它喝完 都可以喝到很有氣的氣泡水 所以就是我最後就是換成了這一個 然後我大概已經買了第三箱了 就這邊 上次我Costco買回來 第三箱 在這裡 對就是這個 我就覺得蠻方便 它這一瓶是500ml 然後我覺得就是 你基本上早上開 然後你喝到晚上 它的氣都還是很足 就是你只要有觀景的話 那我覺得它的味道呢 也是很好喝 沒有什麼奇怪的味道 也不會有 鹹鹹的味道什麼的 就是很OK 如果你不敢喝氣泡水 你覺得氣泡水味道的人呢 我覺得這個牌子 是可以下手的 那我喝的是原味的 那我有喝過萊姆的 萊姆的也不錯喝 但是因為我自己 還是習慣買原味 然後加入各種的水果 所以我還是買原味的 下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菜類 就是這一個 Costco的這個花野菜 Costco這個花野菜 它是極速冷凍的花野菜 它的花野菜呢 就是每一包裡面 它就是會這樣子 分這樣子一包一包裝 然後裡面會有四袋 我記得是四袋 一二三四 四袋 每一餐我大概都會吃半包左右的量 然後再加上其他的蔬菜 那這個蔬菜我覺得非常好的地方是 它雖然是冷凍 但是它是極速冷凍 所以它的營養價值還是有的 然後它解凍就可以直接吃 所以你稍微用水給它滾一下 它就可以直接吃 那你水給它滾一下之後呢 它並不會軟掉 所以還是吃起來是有清脆的感覺 那或者是你把它加到氣炸鍋裡面 去直接炸 也很好吃 或者是你炒菜也很好吃 你拿去烤也很好吃 它非常的好用 我覺得它非常好用 然後又很方便 而且就是你也不用去削 你也不用去剃 你也不用就是 反正就是一切都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我真的非常熱愛就是這個蔬菜 那Costco有賣這個牌子的 跟他們自己的 自由品牌的這個冷凍蔬菜 我覺得還是這個牌子的比較好吃 就是比較有菜味 我個人比較喜歡 這個分享給就是喜歡吃花椰菜的人 或者是懶得喜花椰菜的人 或者是你在吃鹼糖的人 我覺得這個蔬菜其實真的是很方便 很省事 下一個呢是這個毛豆 這個毛豆是在全聯買的 那它本身已經有鹹了 那買回來之後 我就稍微用水過一下之後 就可以加入大蒜啊辣椒啊 或者是胡椒粉啊之類的 就是把它醃一醃 然後就會變成是非常簡單的下酒菜 這個我蠻推薦給喜歡吃毛豆的人 這真的很方便 最後一個要分享的就是 這個油肌原廚的油肌 有看我直播 或者是有看我instagram的就知道 我這個已經分享過很多次了 就是其實因為我現在在吃鹼糖嘛 然後鹼糖其實 最好吃的東西就是雞胸肉 就是最合適吃的東西 因為它又沒有什麼脂肪 然後又可以吃得飽啊 所以其實蠻多人都會吃雞胸肉 可是因為雞胸肉如果一直都是水煮 其實真的是很無味 那如果自己要去烹煮又很麻煩 然後我自己也不是什麼廚藝很好的人 所以我就發現 有這個油肌 然後它是裡面含有那個油蔥 油包 油蔥包 油雞包 反正就是它裡面有這個醬包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淋在這個雞肉上面 然後就非常的美味 而且它這個雞肉真的是很嫩很好吃 它有雞胸雞腿還有雞翅 有三種口味都有 它這一整盒加起來 就是只有一公克的碳水化合物 就是非常非常的低 我覺得很適合就是在吃減糖的人可以吃 但是大家還是要注意到那個鹽份的攝取啦 因為它如果有加這個醬包的話 會比較鹹 那你們可以就是少量的加就好 反正這個非常的好吃 我自己在減糖期間 我就是熱愛吃這個雞胸肉 好的以上就是呢 我這次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食物 這次食物真的是相比之前的影片 真的是比較沒有那麼的新奇 或者是好玩好吃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 你知道到了一個年紀你開始常常生病 或是你身體開始出現一些警訊之後 你就會知道說健康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也不是說要減肥 而是說我希望能夠調整好我自己的身體的狀態 然後為了健康而做這件事情 那因為我本身就是非常熱愛吃這些零食的人啊 所以其實在轉換的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覺得我蠻痛苦也蠻掙扎的 我覺得為了要讓這個計畫能夠 比較持久的持續下去 我自己的選擇是 可以讓我不要這麼麻煩的準備食材開始做 所以就是這些東西可能跟你自己去買來弄 比起來是比較貴 可是它可以省下你很多的麻煩 也會減少你放棄的機會 因為如果說你本來就已經吃的 你本來就已經很想要吃那些零食類的東西 然後不能吃已經很痛苦了 然後你又要花很多的時間去準備這麼麻煩 你會很容易放棄 所以我自己的做法是 我先從就是簡單的方式開始進行 然後等到我慢慢習慣這樣子的飲食習慣之後 就會開始從這些半成品變成全部都自己準備之類的 就是對 那有在看我IG的人就知道我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也有蠻多人敲完我說 希望我能夠分享就是這個的過程 或者是把它記錄下來 或者是拍成Vlog 或者是分享我的狀況之類的 但是我一直沒有做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我現在還沒有到一個很明顯的成效 或者是一個有資格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的一個階段 所以我希望我能夠再繼續持之以恆下去 至少維持三個月之後 然後再來跟你們分享我這三個月的心得這樣子 對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分享一下我的近況 好那就這樣 最後就是很謝謝一直以來就是喜歡看我吃播的人 那我知道就是我的頻道可能少了吃播 然後也少了很多小朋友的東西之後 可能大家就比較覺得沒有那麼好看 或是沒有那麼有意思 那我也會盡量再開發一些新的影片主題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 對 就這個過渡期就是希望大家還多多包涵 那也希望你們繼續支持 就這樣啦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不要忘了幫我按個喜歡 也不要忘了留言給我 那就這樣子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他們要出門了 所以我趕出去了 因為我要拍影片 哈哈哈 寶貝爸爸走了 爸爸關門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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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裡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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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